朋友们好,现在是上午的7点钟 今天想把这些小鸽子拿到这个三样棚里面去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它们的翅膀大条都长得很好了 马上会飞了 三样棚的鸽子都是刚加飞回来 它们是准时7点钟吃饭 现在正在吃饭 龙养区的鸽子比它们要早吃饭半个小时 因为它们有喂幼崽的总鸽 所以说要提前吃饭 吃好之后来喂幼崽 它们会反复吃食 现在我们把这些小鸽子拿到那个三样棚去 它们都是吃好喝好了 到这边来怕别的鸽子欺负 所以说让它们早晨吃好 然后放进去 这个有点害怕又出来了 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呢 小鸽子的身体状态还是很好的 这是它们拉的分便 都是一颗一颗的 特别的粑 它们一个个的都很大了 在那个笼子里面也是特别的挤啊 拿到这边来 它们很开心 能感觉出来 刚才有个小鸽子还在那里试飞 你干嘛 它还不想在这里面 有点害怕啊 笼子里面有什么好的 在这边熟悉 它们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翅膀啊 要会飞能飞到这个台子上面 然后再飞到这个水源上面去 不然的话 它们光吃时不喝水是不行的 所以说下午有点稍微的迟啊 有的朋友像这个歌龄的鸽子里面都已经开家了 我这个还没有 我准备等它们满月之后开家 等它们会飞了 现在我这边开家很好开的 它们站在这个平台上面 观察周围的环境 等开家的时候很好开的 也会很得心应手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要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朋友还请点个关注 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